我们母子被人算计了 这招真是太狠了 这件事 如今把永姬卷了进来 一来皇上更易听信 二来 会造成姐姐母子疏离 姐姐有什么打算 皇上已经将林云彻 送去盛行寺了 是 林云彻那里 自然是没招出什么 但皇上已经派人严心拷打 想必心里是认定此事了 一旦皇上认定此事 林云彻要活着出来 还怕是难了 姐姐 与其由皇上亲口下令 杀了林云彻 倒不如姐姐先动手 或许能够让皇上相信 你跟林云彻之间是清白的 海浪你在说什么 我和林云彻本来就是清白的 我自然相信 姐姐跟林云彻是清白的 但是眼下紧要的是皇上怎么想 皇上现在对林云彻 如此地凶狠 只怕姐姐的处境更加危险 你先不要说这些 林云彻我再想办法 现在最要紧的是永继 三宝 陆才才 去查永继身边伺候他的人 有何不妥 皇后呢 除了这事 皇上已经将十二阿哥身边 所有伺候的人都打发走了 就查那些人 追出公也得查 喳 嗯 逃 找你 找你 跑 ens 在 皇上 用劫呢 十二阿哥服了安神药睡了一晌午 睡醒后臣妾派人送回于妃那儿了 这孩子受到了惊吓 迷迷糊糊的 怕是也不大记得什么了 不记得才好 皇上 这事可不能声张出去 一旦声张便是天大的丑闻呢 而且您还得顾着皇后娘娘的脸面呢 她不配做皇后 永济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皇后娘和林侍卫 十二弟 你真的看到了吗 五哥 真是我说的吗 我真不记得了 于娘娘 是我害了皇后娘吗 都怪我 永济乖 不哭了 怎么会怪你呢 这事不怪你 你先回房里休息吧 泽芝 朱儿 带十二阿哥回房间好生照顾着 是 十二阿哥 去吧 你皇阿玛那边现在什么状况 按照皇阿玛的性子 林云车迟早是保不住了 在这之前一定受尽折磨生不如死 还有皇阿娘那儿 若是皇阿玛动了肺后的心思 便不好办了 景中 现在皇后那儿什么情况 奴才听说皇后娘娘 还是在拼命地追查 看来皇后娘娘还是想救下林子 皇后就那么想让林云车活下来吗 奴才也不明白 一个小林子有那么要紧吗 何况十二阿哥这儿还病着 王辗 你留下照顾好阿哥们 本宫绝绝就回 喳 春辗 郡政到底怎么说的 皇上怕事 要处死林云车了 小栗子的确可疑 可是姐姐告诉皇上也没有用啊 小栗子明显就是被人灭口的 而且小栗子伺候永基膳食 这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膳食上 这就是那日永基的膳本 相训肉片 相训 相训 野训 我年少的时候在南方曾经听说 有人吃了有毒的野训中毒而亡的 且训类 相似一混 问题会不会就出在这儿了 姐姐 十二阿哥的膳食当日都有人尝过的 就算真的有毒 姜太医也会查出来的 试菜的人不过就吃三筷子 或许 吃得少没事 吃得多 就容易出危险呢 容沛 你好好地去御膳房仔细查 然后再告诉姜宇斌 让她去看看哪些野训和御膳房 用得相训 形状相似 都会有哪些症状 是 姐姐觉得这样查有用吗 查下去总会有蛛死马迹 或许能救了凌云彻 没有时间了 姐姐你怎么不明白 皇上记恨的就是凌云彻 凌云彻不除 你再怎么查 皇上也会认为 你是为了凌云彻而在想办法的 姐姐越查 皇上越不高兴 凌云彻就越有可能受罪 姐姐也会越危险 你想说什么 姐姐如果想要除掉皇上的疑心 就要除了凌云彻 你以为除了凌云彻 就能解决一切吗 而且如果凌云彻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永基也会觉得 是她的过错害死了凌云彻 那她的心结就永远都解不了了 我会好好查出来的 你可不要轻举妄动 我听姐姐的 我会好好查出来的 好 女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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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主 主 您别再想了 好像是令妃 看样子刚从沈刑司出来 走吧 御主 奴才再多句罪 您的意思 皇后娘娘一直反对 三宝 本宫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了解解好 奴才明白 您是 这位是于妃娘娘 请于妃娘娘安 都起来吧 娘娘 您怎么跪步 到这阿杂的地方来了 我看你的舌头是不想要的 于妃娘娘的事 也敢过过来 奴 奴才不敢 这凌云彻 是在里边吧 在 刚有寿宫的宫女 也来瞧过她 你们都牢牢地记着 本宫 是奉了皇后娘娘之命而来的 是 于妃娘娘请 很厉害的 还要离开 非好 可女娘娘 和她的妃娘娘 这才处理 可是她是 她人都会有其ouble 都查仔细了 娘娘 奴才确实都查仔细了 小栗子家一贫如洗 平常除了在宫中日常的摘世 也没人见过她跟谁有特别的来往 实在查不出什么可疑 江泰一那儿呢还在翻查野训 但野训繁杂 亦是如大海捞针 母亲也没查出什么对得上的 接着往下查就能查得到 娘娘 真的要继续查下去吗 别像于飞娘娘说的 再查下去 怕激怒了皇上 李渔 不管野训的种类有多繁杂 哪怕如大海捞针 也要让江雨冰查到底 这 和你 少为了 不驰骉 这样 哪怕 你 怎么 我 身上 内租 事 哪怕 水 和 公子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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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已命人 将临车处死 她怎么死的 家官禁绝 皇后她下手 倒是不轻啊 却还是便宜了她 你打算怎么处置 宫中一个贱奴 按规矩拖出去烧化就是了 花马 皇娘的清玉 为死人所玷污 皇娘也恼得很 可儿臣说一句 玉花园之事实在不可当真 事后 连十二弟自己 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永继也是病痒痒的 她见到皇后 也很愧悔吧 无事的话 让她少去一困宫 也给皇后留点颜面 儿臣明白 皇阿玛 这是不怪皇阿娘了 儿臣介约 本不该置卫后宫之事 可也希望皇阿玛和皇阿娘 体同一心 不要因外人外事生了误会 彼此离心 要离心的不是朕 皇阿娘一生所靠 唯有皇阿玛 皇阿玛 罢了 皇后没让朕脏了手 也算是有心了 朕也不想大动干戈 那个人扔去乱葬岗 这件事就先到这儿 你先回去吧 是 儿臣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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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做的 皇上已经命永齐 将林云彻扔去了乱葬岗 也算是卸了愤 这件事就算了了 再也不会伤害姐姐了 我知道姐姐要我不要轻举妄动 可我是为了姐姐好 我自问为了姐姐 并没有做错 你若生气 可以打我 可以骂我 可你真的觉得我做错了吗 其实林云彻是明白时局的 是她愿意为了姐姐去死 她不希望 姐姐的清白 被她玷污 宁以自己一死 彻底解了姐姐的困境 换姐姐安然无恙 她还给了我一枚戒指 是她跟魏燕婉的定情信物 后头 有着燕舞云间的图案 合着两个人的名字 她希望 她希望 有一天这枚戒指 可以帮到姐姐 我已经查到 用旗池的香蜇可能有问题 我能查清楚的 等我查清楚了 就还给林云彻清白了 林云彻死前 我问过她 对姐姐究竟是何种情感 她说 有一种情感 是超越男女之情 她说姐姐懂的 在这红墙里边 在我寒冷车骨的时候 给我温暖的是你和林云彻 你我相伴多年 林云彻 亦是互相扶持 无关情爱 只有相知 海澜啊 海澜啊 我知道你那么做是为了我 可是你不该这么做 你走吧 再来 我也要 因为阿富翰 她的盈风 凌云庄 作词曲 李宗盛